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Tara Talk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可以请到廖寅博士来跟我们讲他的研究 今天的演讲题目是Mission ACE A-C-E那是一个acronym Apophist Close Encounter 那是ACE 那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来简短介绍一下廖寅博士 廖寅博士毕业于瑞士博恩大学 专长是太空与行星科学 目前人在青大教授通试课程 太空探索理论与实作 那我们的传统呢 是把大家就是会Mute 会让演讲的声音进行比较顺利 但是在开始之前请大家Unmute自己 然后这样讲者才能听到我们的掌声 那我们就让我们用这个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天的讲者 谢谢 那就交给你吧 我可能会讲快一点不好意思 就这边是我简单自我介绍 就我硕士是中上天文的 然后后来博伴就是去瑞士念 然后它是我们还是在Physics底下 在Physics Institute 然后只是说我们学校还有三个branch 然后其中一个branch就是就是以这个它就叫Face Science and Planetary Research 就是中文就是太空与行星科学 对对对然后整个branch就是对就是主要在做 就是像NASA JPL来做的事情对对然后后来我去澳门科技大学做两年的Postar 然后后来就回来回来然后就然后就Covid对对就这样 然后我是从去年开始在青大当兼任就是我在教通事 然后我是教就是我自己因为就是通事可以自己设计的课程 然后我自己创一门课叫Base Explo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对对就是然后是用英文受课这样 就因为青大没有什么就是跟太空啊 习近科学方面有关的课程 所以我想说这是一个慢后切入点这样 对然后我研究的兴趣主要就是在太阳系小天体 就是彗星就Comets 然后S-ray小星星跟那个最近的兴趣就是Space Mission Design 就是太空任务设计 因为我2019年参加那个就是太空中心 他每两年会办一次一个比赛叫Cube Set Mission Design Contest 就是立方卫星任务设计 对然后其实我本来就对太空任务设计蛮有兴趣 然后那个然后我之前反正我就是2019年初 看到太空中心办这个比赛 然后我想说那来参加看看好了 对然后我后来找到两个 对然后找两个队友没有脱下水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一个设计个 mission 对然后是蛮幸运就是可能我们题目比较特殊 对然后我发现我们那一年就得第一名这样对然后 对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就继续做就是跟Space Mission Design有关的研究 但是也不能说是很严谨的研究 像今天我讲的这个主要还是一个proposal 就是今天的题目 我取名叫ACE The Apophis Close Encounter 它其实还是一个很初步的proposal 因为如果大家知道太空任务设计 如果大家有一点点了解的话 就是这个太空任务都是很复杂很庞大 然后需要很多人力 然后去很多时间去做各个不同的事情 我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 然后总之这是我 就是刚刚说我们Tim提的一个proposal 然后这个是针对一个 有另外一个比较国际性的太空任务设计比赛 叫Mission Idea Contest 然后我们是针对这个比赛题的proposal 但是我们没有得名 我们就进到决赛了 但是没有得名 然后我想先简介一下这个Mission 这个Mission Idea Contest 把这一种 The Mission Idea Contest简称MIC 然后它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太空任务设计比赛 然后它主办是一个叫UNICEC的机构 就University Space Engineering Consortium 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全世界各地 然后只要有那个跟太空工程或科学相关的大学 大学系所一起合作创立 然后他们会每一个国家 他们会设一个叫local chapter 台湾其实也有台湾的local chapter在成大 成大的那个庄志清教授他在负责 然后这个比赛就是每年一次 基本每年一次 但除了2020年 大家不知道那年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就延起了 然后这个比赛有三个stage 第一个stage就是第一关就是 就先讨厌 然后就是评审审完摘要之后 然后觉得还OK 然后就是会进到下一个stage 再一个stage就是你要把你的 摘要就是发展成一篇比较完整的paper 对然后大概十五页 对然后最后是那个就是口头报告 对然后 然后口头报告完 然后评审就是当然就会就会就会选 他们只会选两名对就是 所以其实有点这比赛还蛮tough 对然后评审就是都是基本上都是教授 对都是那些学校的教授 或者是有可能有有时候他们好像有请一两个公司的那个负责人这样 就是Space跟太空产业有关太空产业的公司负责人 对然后我们那一年是主办是东大 所以就有很多教授评审教授都是东大的老师 对所以他们的评审非常严谨 对就是这个比赛我还蛮推荐的 然后他每一年的不一样 然后像2019年的题目就是在那个国际太空战 ISS设计一个实验 然后2020其实就是2020跟2021 他2020本来要办他延期延一年 然后这就是我们参加的就是去年 就是就是Deep Space Mission 就是升空任务设计 其实Deep Space的定义就是你只要是 不过月球之外的Space都是Deep Space 不过他们那一年也把月球 也把月球任务算进Deep Space 所以你设计一个去月球的太空船其实也可以 对然后今年跟明年就是又回到地球 以地球轨道为主的任务设计 然后是6U的立方卫星设计 对但是是他是要一个就是我们说叫Constellation 就是星系 就是你可能一次发很多科上去 然后他们就是不他们就是会有不同的位置 然后就是就是有点像GPS这种感 GPS卫星这种概念 哦对然后这个是Link 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对那个任务 太空任务设计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上他们的网站 就是他们网站做的蛮齐全 他们还有像去年的话就是 他们还有真的因为Deep Space Mission Mission Design是蛮难的一个题目 然后他们还就是找很多就是像东大教授 然后他们来来给一个talk 就每个人针对那个Space Mission Design的其中一个项目 给个talk 然后他们就就有就有录影然后放上去 然后也有放一些就是PDF之类 然后就是你都可以自己去想想看 对然后我想先简介一下 是跟Space Mission Design有关的背景知识 对然后第一个当然就是先了解一下太空船 Spacecraft 因为太空船基本上就是太空任务的灵魂 对不好意思我可能会 因为我不太习惯用中文讲这个 对我通常我这个通常都是用英文讲 所以我可能会讲比较慢或是有一些停顿 好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太空船 对就是我找到一个就是最简洁有力的太空船 或是卫星的图对 然后它标了这些基本上就是这个是一个卫星 或是一个太空船一定要有的功能 对然后我们可以像这个是Attitude Control 就是它的姿态 我们说这是姿态的控制 然后Power就是能源嘛 或是电力 然后Internal Computer就是它的内部要有个电脑 去控制跟就是收发命令 然后还有就是下指令给其他的那个 我们说次系统 再来是Communication就是通讯 然后Body就是说它当然要有一个就是身体的一个架构 去支撑其他部位其他的次系统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一个轨道 对太空船或卫星它会有个特定的轨道 就是然后可以把这个卫星啊 其实可以把这个卫星或太空船跟人做一个连结 比喻的话就是像是电脑的话就像我们的大脑 对就是我们大脑就是出力 接收处理然后还有发布就是各种指令 然后然后我们也有个身体就是我们身体就是 呃像身体就是承载的头 然后还有我们的四肢跟然后身体里面有器官这样 对然后通讯就像是我们的就是我现在讲话 或者是我们一些手势或是眼神 这个就是通讯一部分 对然后power对我们就我们要吃东西 所以就跟卫星也是一样 就是他们需要能源需要电力才可以运作 OK然后当然用人还是比较粗略的比喻啊 就是其实比较真的比较正确的比喻应该是用一个 这是我从一个教科书抓下来对它叫understanding space 然后它是用一个bus来做比喻 对然后那就是这样会比较清楚 然后我现在就是会一二三四五 有六个主要的功能 或者说我们或是说叫次系统 然后我现在会稍微解释一下 对像第一个就是呃就是叫就是那个body的部分 就是身体的部分其实就是叫bus 对啊 在英文在英文的话就是我们我们都会叫bus 然后这个就是呃太空船或是卫星的身体 就是在这边body and frame 它就是一个呃 它就是一个支撑的系统对不对 然后如果像以那个立方卫星来讲 立方卫星其实就是基本上它就是讲像一个盒子一样 就是因为它是说cube嘛 cube就是一个呃就是一个立方体 然后它的基本单位就是呃 就是一个10公分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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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公分 这个我们叫一个unit对那这个就是这样子是10乘10公分的一个cube 它就是然后它其实就是如果你去google的话 你会看到它的那个structure就是它的bus 基本上就是一个铁架对就是一个铁架的那个cube 对然后你再去用这个就有点像集母 然后你可以去用这个disk 呃根据这个structure去expand 对然后你可以有不同的组合 然后不同的那个尺寸对 然后下一个是这个叫呃 嗯我这边是给简写啊对就是cndh就是command and data handling 呃中文就是指令吧指令的处理跟接受对 然后看我们就是communication就是通讯对 那就是像这边像像schoolbus的话 它会有呃喇叭呀然后radio 然后还有司机嘛司机就是这样司机负责开车 就是它就是处理跟接受指令的地方 就是它就是command data handling 对然后像其他的喇叭那些就是communication 然后再来是呃刚刚有提到一个叫attitude control 就是姿态控制 那就是像车子的话你有方向盘 方向盘在控制方向 那太空船的话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仪器 可以帮助太空船控制方向 对然后这个我们合称就是AOCS 就是attitude and orbit control system 对然后再来就是当然就是电力跟能源 就是battery and electric power 对那这个简称EPS Electric power system 然后再来是这个比较大的叫 这个有两个通常两个名称啦 这个这边课本这边是用这个ECLSS 它就是environmental control and life support 它就是指太空船的环境跟就是你要维持太空船的运作的这个system 那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温度就讲直白一点就是温度跟热的控制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像微星或太空船他们都他们都是就有一堆电子零件嘛 就仪器啊电子零件那这些仪器需要在一个特定适当的温度才可以运作啊 像例如说你可能太冷或是太热它可能就挂了 那这个就是这个温度控制对太空船来说就是很重要 对太空船的正常运作来说就是很重要 对那就是这有另外一个名字就 我们比较常用这个叫TCS 就是Thermal control system 对然后再来就是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推进 我们说推进系统proportion proportion就是如果是用公车比例 school bus比例的话就是像它的引擎 对车子的引擎跟那个drive train 对那这个然后以如果是以太空船或卫星的话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引擎 但是是一个它可能是个喷气的系统 对它是个燃烧燃料然后喷气的系统 对这就是proportion 然后最后一个其实是最重要 它就是payload就是筹载 对那筹载筹载它就是基本上就是仪器 对然后是通常通常是科学仪器 就例如说最简单最常见的科学仪器就是相机 就是camera就是 呃例如说很多位 很多地球轨道上面摇车微型他们就是有机 然后就是每天过定时间在拍照 对那就是配容 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想要问度的话 你可以装那个IR spectrometer 就是红外光谱仪对或者是 呃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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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波段光谱仪 就是根据你的科学目标去 就是根据你的科学目标去 你去决定你要哪些仪器这样才可以得到你要的目标 对那payload就是其实payload是spacecraft的 就是spacecraft是space mission的灵魂 然后payload又是spacecraft的灵魂 对就是因为你的payload就是根据你的目标决定嘛 就是所以就是你要做什么科学 你先决定好你才能去决定你的payload 对然后payload又会去你选好payload之后 你才会去根据payload去决定剩下这些东西 例如说你的电力 对因为payload当然就是需要 他需要一定的电压电流产工作 然后还有还有功率 对你就要根据这个去决定你 就是说你的电力要怎么分配 然后还有就是 然后还有就是你的那个command data handling 对然后还有 然后你的目标 然后因为你的payload又是你的目标 就是它是观测你的目标 所以你的目标又会决定你的轨道 然后轨道决定你的就是那个姿态与轨道控制 对然后还有通讯 例如说如果你要去去到比月球 就是我们说的deep space 就是超过月球以外的地方的话 那你的通讯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对因为就是你太 我们说太deep space的话 这个就是你的那个天线 你可能需要一个很大的天线 你才可以把你观测到的data 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就是我就是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是最最简单的一个space craft design 对那如果你们有对太空历史有点了解的话这个是这个就是最有名的sputnik 1 对就是第一颗人造卫星对然后那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构造 就是它的次系统就是三个非常简单的第一个就是这里有个radio 对它就是发因为就是sputnik它就是它其实没有什么科学目的啊 它应该说它的目的就是上去然后成功在上面绕成功在轨道上绕然后发尋 然后这样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因为这个是所有想要展示他们实力的嘛 所以他们也不管就是有什么他们也不需要不要看什么东西不需要去观测什么东西 他们只要去只要让美国人知道他们厉害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是只放了一个radio就是一个transmitter这样子对然后可以就是定时发那个b 然后再来是它的power就是它的电力能源系统 它就是用就用一个这个shiver zinc银心电池对然后再来你看它有这个fan对不对就是它因为它需要做thermal control 对所以它就是放了那个风扇去就是调节它的温度这样对这样可以做一个卫星或是一个spacecraft 对所以这是这是这是跟大家说就是spacecraft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 OK 诶 为什么 然后然后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比较就是比较现就是我们说现代的modern然后比较复杂的spacecraft 对可以大家就可以跟刚刚spoonie比较一下那这一个其实是rosetta 对就是rosetta是欧洲太空中处他们之前发的一个计划是去看卫星对然后这个是rosetta太空船的内部结构 所以大家可以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就稍微了解一下就是像这个camera navigation camera就是它可以是一个payload 对然后它也可以是那个就是那个姿态与那个轨道控制的一部分 对对因为就是相机的话它可以帮它可以偵測应该说它可以拍就是spektra周围的景象嘛 所以它可以就是帮助背后的决策团队知道说就是就是太空船现在呆在哪里就是它的位置呆在怎么样它的指向是怎么样 对就是这个camera是蛮重要的对然后再来是像这边看到有 诶我用那个雷射笔比比较清楚就是像这边有antenne antenne基本上都是负责通讯的部分然后这个像propellant tank就是推进的部分 对然后还有像solar panel当然就没有问题就是太阳能板当然就是负责能源 对然后还有像什么 我还有像这个这个LUVER是那个百叶床对LUVER百叶床那其实它就是那个thermal control的对它就是温度控制系统一部分 OK好然后这个是因为Mission Design就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一个工作嘛 然后是有蛮多对Mission Design的Mission Design的要说教材嘛或是书 对他们就是在解释说就是如果你想要设计一个太空任务应该要怎么进行 对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听那个就是他们东大老师们给的那个talk 就是这一张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精华 对所以我就放在这就是如果想要做一个Mission Design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五大五大项目 对然后然后在中间他们各种就是interconnection 然后你要去考虑对然后Mission Design 通常就是你一定会从一个目标开始就是你有个目标 你有一个然后通常又通常是如果是以Space Mission的话 又通常是一个你有个科学的目标对你想要看什么东西 或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对然后从那个目标开始然后你去设计说 对就是我刚刚讲过就是你有一个目标之后 例如说你想去看小星星那就是你要选一个payload就是抽载 你要选不一定一个对就是你要选好你的抽载 就是你要你要用什么仪器去看你的目标对然后抽载 然后抽载决定之后再决定之后你其他的那些次系统对然后 然后当然你还要你的目标决定之后你要设计你的轨道就是你要 就是说你要去看某个小星星那你的那个太空船要怎么抵达要花多久 然后要花多少燃料他要什么时候去对就是这些这是这是另外一个部分 对然后你在这根据这些然后去然后还有这些你还有 就是你还有一个地面的相对应的我们说地面接收站对你 因为你有spacecraft在太空接收就是有收data嘛那当然你要一个地面接收站去收你的data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你要哪一个地面接收站然后你需要怎样的通讯系统对然后还有你要怎么样 让你的这个spacecraft对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点就是就是一个如果要做一个mission 基本上一个人是很非常难完成的我真的这么说就是他是一定是一个teamwork对然后还然后需要大家就是 花蛮多的时间去完成的然后就是我稍微讲一下我们那一年比赛的因为我们设计的这个proposal就是它其实是根据一些比赛的限制去设计 对然后这个比赛就是因为我们去去年的他的比赛是deep space嘛就是升空任务设计 然后他有几个限制第一个是说当然就是不是地球轨道的任务 然后再来是他的那个尺寸是一公尺乘一公尺乘一公尺乘一公尺就是你不能这个这个你的太空船不能太大 然后总重量才最多100公斤 然后他希望你的那个发射日期最好是2030年之前 对不好意思对就是我们就是根据这些requirements去设定我们太空船跟目标这样对 然后就是我们好像终于比较到正题就是那我选的目标就是这一颗叫apophis 对然后他中文好像叫毁神星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他就是因为他是埃及一个神 他就是the god of chaos对然后那这apophis的这个是这个不是他真正的样子啊对 这只是一个示意图就是apophis 他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地面观测资料 然后他的指径那个是370公尺这样一个推测 然后他有什么特别呢等一下就是他特别的部分 诶这没有出来 对好不好意思就是apophis他会在2029年4月13号的时候非常的靠近地球 对就是我们叫close encounter对然后然后这天是星期五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对然后那他会多靠近呢 就是他会到这边有一个动画示意就是你可以看这个是apophis的轨迹对然后那这边这边一圈蓝蓝的围绕地球就是那个同步卫星就是我们说的geosettler 对那同步卫星轨道的高度大概就是在三万六三万六千公里对然后apophis的就是最靠近的时候就是大概就是在三万六多一点点这样对那就是 就是他意思就是他非常他会非常靠近同步轨道同步卫星轨道对就是他就这么靠近对然后是你可以是用肉眼看到的对但是那一天因为他很靠近这个时候是好像是欧洲跟非洲的晚上对所以其实我们看就是亚洲的话看不到对但是欧洲跟非洲的人看到就是说这是就是你可以是有可能用肉眼看到就是就是肉眼看见那个apophis的 就是这样在夜空中飞过去这样对我觉得非常酷 然后对然后对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以就是以近代历史上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难得是对不管是科学上或是那个人文历史上都是很难得是就是很少有一个就是稍微就是就是稍微稍微大一点然后稍微大一点小心然后然后这么靠近地球 就是他有一个是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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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靠近但又不会太靠近对就是可以然后肉眼肉眼就可以观测对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 然后然后我预计就是去年啦去年那时候还没有很多关于apophis的中文文章 英文英文已经有了当然但是就是从今年开始已经陆续有一些关于apophis的可能像是科普或者是一些科学的新闻的文章对然后我预计应该之后应该会越来越多 然后先然后再稍微介绍一下apophis apophis 它是叫它有一个分类对它是叫potentially hazardous astray就是就是潜在威胁小行星 那它有几个它有就是你要符合潜在威胁小行星的定义有两个 第一个是它的轨道要跟地球轨道有交汇就是 这里有一个对这里有个图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绿色这个是地球轨道 然后蓝色这一圈呢是我们通常说的近地小行星就是near earth astray的轨道 对我们看就是它地球轨道算是蛮近的但是它没有交汇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红色的就是pha潜在威胁小行星的轨道 那这个就是你就可以看到对它就是跟地球轨道有交汇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们要有一个就是就是它们的尺寸比较大 对我们知道小行星大小就是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嘛 然后如果你要有一个潜在威胁性的话就是当然你要很近嘛 离地就很近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尺寸要有一定的大小 这样的话就是然后这个推算的大小是140公尺对就是如果你超过这个大小 直径才过这个大小小的情形如果你装到地上的话你就会摧毁一个就是就是它是有办法摧毁一个就是大概城市的城市等级的区域对那这边有个例子是有点久以前 大概在190几年的时候就有个叫Tonguzka Event对就是Tonguzka是俄国的一个地名对它好像在那个俄罗斯中北部吧反正是基本上是一个没有什么人的地方对还好是没有什么人的地方然后然后那一次的它甚至不是撞击喔就是那个小行星到那个就是它掉到它掉到它就是在经过大击 它就是在那个那一块Tonguzka那一块上方大概可能一两百公尺的地方爆炸对可是只是光这样就是它是一个我们说就是一个air burst就是空爆但是只是光空爆它就已经摧毁了大概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对就是你可以想想都有威力然后还有像就是如果大家有知道那个就是如果大家有关注一些就是流星类的事情 如果大家有关注一些事件的新闻的话像2013年也有个很有名的就是叫那个Chulyabinsk就是也是也是在俄罗斯对可能因为他们地方比较大所以他们几率比较高一点就是也是他们也是也是那个小行星的air burst 对就是小行星这样子掉进来然后就是但是它因为它有些分解成不同就是有几分解成一些碎片但是那些碎片就是然后那些碎片就一样也是后来就就是空爆但是只是这样子然后而且那个那些碎片的直径都更小了就是大概才十几公分吧 然后只是光这样子然后那些那些空爆就是一样还是有很大的威力对我我这边没有影片但是如果我有兴趣可以去Google就是就就就有点像其实就有点像爆炸那种感觉对所以就是研究THAS是其实是对人类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然后然后这边有一个例子是那个RUGU 是日本太空总署的它有一个Mission叫海亚布莎2然后这是他们的那个那个Mission的TargetMission的主要目标对这个叫龙公对龙公小行星对它其实就是一个PHA对然后RUGU 的直径就是还是半径大概就是500块钱 就是它其实也是蛮大客对那如果想就是可以想象如果是这种等级这种尺寸等级的小行星如果撞到地球或是就是空爆的话会造成更大的伤害OK然后这个是关于PHA前面讲的是PHA的就是负面式嘛就是当然他们就是对就他们所以说他们是一个潜在威胁所以我们需要去更深入去了解他们 他们的一些例如说轨道或是物理性质那当然PHA也有一些对人类来说的好处就是一个是他们有因为我们说小猩猩有一些矿产嘛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矿产来讲就是他们有有些小猩猩可能有那个金属 就是就是比较多的金属含量就是说铁啊链啊然后或者是有其他一些就是自然类的矿石对那就是像最近这几年有在讨论就是ExtraMine嘛就是去小行星采矿 对那就是这个就是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小行星就是会有这些自然资源对然后因为现在自然资源在地球上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去小行星然后采到这些自然资源这样对然后还有小行星是因为小行星是太阳系形成之后我们说太阳系形成之后的一个呃这个要怎么讲呃它是太阳系形成之后的一个呃这个要怎么讲呃 稍后就 obvious objective eden啊是 范美食上是因为低级彩最多正oral可是我们所识 himself的个呃这个手奖结然怎么讲呃就是呃它是由那个我说最一开始是那个低级彩这个就是 Galileo vs 太空或者宇宙当中的产彩例子然后慢慢的 属于 participating želia 和风格甚至一个按钮的呃 isso等超 June 小行的呃 это就是一个小型的呃 就是还没有成为还没有成为还没有比较大的天体但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化� 낮事 然后之后它们又再聚集聚 然后就会成为 比如说成为小行星或是会星 这些我们说small body 然后它们会有一些 结构跟物理性质的一些特性 然后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了解 比较深入了解小行星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是可以对太阳系的行程 有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我选apoffice这一颗 就是因为它是除了是 一个是说就是它对人类可能有威胁 所以我们要研究它 另外一个是它可能它对科学 就是太阳系形成的历史跟过程 也是有就是也是有帮助 对 所以在稍微讲一下 就是那apoffice特别 就是说那小行星的话 就是因为apoffice是小行星 这个mission的目标就是要去看小行星 然后那为什么一定要apoffice 就是其他科学小行星不行 那的原因就是在地 就是apoffice它有这个 就是我们说close encounter 就是它会靠地球非常近 可是它的那个 它的靠地球的那个距离是 近的距离是近的很刚好 对就是它 因为apoffice它会大概就是大概三万六再多一些 三万六千公里多一点 然后这个距离还是在 这个中文怎么讲 就是它这个它不会让apoffice解体 对就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像一些小行星 像一些像秋雅病死那一刻 就是它那时候掉下来的时候 它就是 它可能是因为大气层的摩擦 它也可能是因为一开始就是靠近地球的时候 然后它被地球的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天体有那个潮溪力 就是它也可能会被 有被潮溪力撕裂 所以就是潮溪力是 它也算是一个保护地球的一个机制 就是小行星如果太靠近地球的话 就可能会被这个潮溪力撕裂 对可是apoffice的距离还是 它靠近地球那个距离还是在那个 就是我们说有一个叫Rush Limit 它这个就是说你小行星在离地球 或是离一个行星 它的那个被撕裂的那个距离 就是会刚好被撕裂的那个距离 对那超过这个距离就是它不会被撕裂 对那如果就 不到这个距离它不会被撕裂 对超过它可能就被撕裂 对那apoffice的距离就是它还不到 它还没有到离地球到那么近到会被撕裂 对所以就是它还是会 就是很安稳地飞过地球这样 对然后 那但是因为它还是会 因为它还是离地球算是比较近 所以它还是可能会因为地球的一些潮汐力 受到就是它可能内部的物理性质 或是表面它会受到一些潮汐力的扰动 那可能会有一些改变这样 对那就是这就是我任务的目标 就是我们就想要了解说 是不是这个它这次的这个closing counter 会对它的一些物理性质造成一些改变 对对所以就是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一个比较比较近的比较完整的观测 然后那就会有人说因为像我刚刚前面有讲就是其实它靠近 就是它那个距离靠近的距离是我们其实肉眼就可以看到 那应该就会有人问说那为什么不用望眼镜看就好 为什么一定要丢一个开空船 对那就是这边有个原因就是就是 就是Apoppy最靠近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对晚上还我们还可以看到 没错但是就是在它就是真的就是在它closing counter完之后呢 那它的方向就会跟太阳同向对那这个是 那就我们知道就跟太阳同向的话就基本上 就是你晚上就没办法关自车对 对因为你就太亮了你就根本就看不到 就是应该就是这样讲就是在白天的时候 对就是你要在白天只才能看到Apoppy 对所以说为什么要最好就是送个太空船去 直接去Apoppy旁边观测 对因为这就是因为在Apoppy的最近的那个closing counter之后 就是一面望眼镜啊或是肉眼什么就看不到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放个太空船 OK好然后这是我们的 哦我是不是好像讲了有点 哦赶快把它结束不好意思 然后这是我们的目标啦 就是我们要看Apoppy的哪些东西 然后是而且一定而且我们是要看 就是在靠近就是在那个closing counter之前跟之后都要看 这样才可以做个比较 就是当然有比如说它的尺寸啊 然后它的形状啊然后它的密度 然后还有就是小猩猩有自转 对然后看它的自转 然后还有呃 那就是表面表面的一些特征啊 例如说地形或者是我们说这个 这个中文是什么还真不知道 这个炎血之类的 呃 就是这应该是比较偏地质学的东西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的是 呃不过当这个不确定 对对就是因为呃 NASA有个计划叫Ocerus Rex 然后他们去看也是去看个小行星 然后他们去看小行星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意外发现就是那个小行星这样的就是有点在喷 有一段时间在喷那个dust就是在喷尘埃出来 对然后这个在以前是没有预料过 因为就是呃我们就觉得因为这个是小行星跟彗星一个主要的差别啦 因为彗星的话它是有它的那个我们说核它的那个本体 彗星本体有因为里面有蛮多的水柄 然后水它在靠近太阳的时候那些水柄就会升华嘛 然后就会那个就会有那个气势水气采放出来 然后那些水也不一定是水就是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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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冻气体对 他们就会靠近太阳因为受热然后就会呃生化然后就会气体就会跑出来 对那气体跑出来之后就会夹来这些尘埃粒子一起跑出来 对就是就是它有点气跟那个那个尘埃一起喷出来 那因为小行星没比较没有就是这种呃就是水冰啊或是那种冷冻气体类的呃含量 所以它基本上是主态会有这种事情对所以就是就是 所以当那个Oceria Thread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就是大家都非常吃惊 就会想说这是就是就是就是对What Happened 对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对所以就会然后这就很好写paper 对就是大家都会写就是就会提一些机制啊 就是不同的物理机制去解释的事情对然后就是所以我想说如果可以看到 然后Puffis 就是有没有可能有这个Dust Plume 就是我们说这个叫叫 很爱喷流的话应该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有没有可能有呃就是 就是Puffis 有没有可能有卫星对就小行星是可能是有卫星的对就是这这也是蛮有趣的 其实而且其实还不少小行星有卫星对然后我现在知道最现在目前已知最多的卫星的是呃 呃那个小行星的中文不记得它叫Electra 对它有三个 它有三个卫星对所以它们是一个四星的系统对就是都是蛮有趣都是蛮有趣可以研究的现象 然后就是啊因为我们的太空船是它有个尺寸的限制嘛所以我就没有选太多的那个配楼就选两个对然后还有因为它当然也有因为轨道设计的问题所以我们就选两个配楼 然后第一个当然就是camera对因为刚刚我前面讲的那些其实基本上就是相机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拍影像然后就是去做影像分析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那dust就是尘埃的部分就是我就是找一个dust detector 对不过这个是呃左边那个imager这个camera它是已经商业化的对它是有一个公司在美国一个公司在做 然后那可是左边可是右边那个dust detector应该还没有商业化就是我是在那个paper上面找到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就是是不是未来真的有可能可以可以发售这样对然后就是总之这是一些那个仪器的一些细节我就不我就不讲了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那个发射时间就是叫launch window 那这个是也是需要一些计算然后这边不是我计算就是我没有个team然后那个是我teammate去算 然后然后就是因为根据那个我们一些任务限制 因为我们想要在apathis最靠近之前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想要在apathis 因为它最靠近是2029年4月嘛然后我们想要就是起码一个月之前就待到那边 因为到那边就然后到那边就开始观测了就是这样我们就会有那个就是close encounter之前的观测资料对这样才可以跟之后的去做比较 所以我们计划是那就是我们我们我们需要的那个抵达时间是最好是在2029年3月或是更早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叫然后我们要这个太好解释就是叫那个delta b就是arrival delta b就是其实就是你可以用燃料来可以用燃料来想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太空船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越少的燃料越好对然后再来就是一个飞行时间因为比较小的spacecraft它的就是我们之前我讲过就是spacecraft都需要做那个温度控制嘛对就是温度控制嘛对就是温度控制 然后那就是小比较小太空船它的温度控制可能是没办法像大的就是比较大的太空船做比较完整对所以就是因为好像还有重量限制这样所以 我就是觉得那个我们说飞行时间就是它的time of flight就是当然time of flight就是也越短越好 然后我这边设定是大概半年对然后就是用这些设定用这些限制下去然后就是去算那个轨道跟那个发射时间然后我们算出来最好的发射时间大概是在就是7月中到8月2028年的7月中到8月中对就是在这段时间然后发射的时候 就是这是一个这边是这边是时间嘛然后这边就是那个红色是time of flight就是飞行时间然后再来是左边这边是这个就是地打时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要说速度差它跟是我们SpaceCraft跟Apocket的速度差但是就是这个可以转换成的燃料 对反正就是这边是反正就是根据反正就是根据这些限制然后下去然后就是我们就跳出这个launch window就是这个box的时间 好然后再来是呃就是就是我们的mission大概是会怎么运作那我们选好了launch就是就我们有个launch window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发射然后就可以先决定个发射日期然后 所以发射就是我先决定在就是大概8月初然后然后再来就是那我们刚刚算过就是他的time of flight 哎我忘记讲但是他的我们就是8月初发射之后就是他大概11月底会到那个Apocalypse 所以就是带到就是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做呃就是我们会靠近那个Apocalypse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差不多arrival对然后因为这个是这个我们也不是说他SpaceCraft就马上能去靠近因为他因为这是一个位置的目标 然后我们可能还需要对他的周边 例如说他有没有可能有卫星啊或是有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就是那个尘埃碰流 然后我们就是还要先去针对他周围一较大的空间去做一些那个分析 然后确认说就是可以他例如说假设他周边是没有没有 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小的卫星或者是有些其他的什么可能会干扰SpaceCraft运作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更靠近 然后再来就是靠近之后就是就是我们说arrival之后就是会开始第一阶段的观测这个我叫pre-close encounter observation 对然后这段就是因为我们11月跌到嘛所以如果数人力的话就是大概12月到就是革念就是2029年3月就是可以做这一段这个pre-close encounter的观测 对然后对然后就是这个pre-close encounter观测呢我又设计成两个stage 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我叫他GS1就是Global Survey1就是就是这个是他跟Apophis在等于说一直保持着某一个固定的相对位置对然后这个这个我们叫co-orbit就是就是太空船会跟Apophis一起一起绕着太空船会跟Apophis一起绕着太空船会 就是这个就是太空船会跟Apophis一起飞啦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的这个距离大概是10公里然后会就是他们会一起走个就是在接近两个月这样对然后就是这段 然后因为Apophis自己会自转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所以我们不用先绕着他转就是因为他自己自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拍到Apophis不同的面这样对然后再来是呃 就是这一段GS1大概会看个两个月 然后之后再进到GS2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Orbit 然后Orbit就只是 就是就是太空软就是会绕着Puppet转 对那这个是要补足之前就是CoreOrbit 因为CoreOrbit可能还是会有miss掉的地方 对那就是要去补足那个GS1补足 然后还有一个是然后它距离又更近 对所以它又可以看看更细 那这个这段距离就是大概2.5公里 然后一样就大概绕个两个月 对就是看更细部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表面特征 OK然后再来就是 就是Closing Counter的时候那段是4月嘛 2029年4月 那这个时候是 因为因为我们不知道Closing Counter的时候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就是所以我们就觉得还是 SpaceCore还是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比较好 因为刚刚本来是就是在前一个Stage 它可能它会靠近到2.5公里嘛 那其实是蛮紧的 那Closing Counter的时候就是我们 工程部件就是先再回到大概10公里的地方 就是保持一个距离 然后就是看看Closing Counter 就是等Closing Counter完之后 然后再靠近 对然后所以 所以就是4月就是Closing Counter的时候 然后再来就是5月 就5月到8月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最后一个Stage 就是叫Post Closing Counter 对然后那这段 这一个Stage的观测 基本上都会跟Pre Closing Counter的观测一样 就是观测的方法 对因为我们要做个比较 所以就是这两就是Pre Closing Counter跟Post Closing Counter的观测的策略是会一样的 所以然后整个Mission会大概在就是2029年大概8月的时候结束 对然后Mission Lifetime大概是280天 就忘记几个月对但是就太不到一年了对 对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短的Mission 对然后我们也有针对就是我们Mission做一些 我们说一个比较指标性的参数 对就是我们要怎么怎么衡量我们的Mission的 就是我们的Mission是好的还是不好 然后就是这边有几个我就很难再讲一下就是 就是像说我们有那个因为我们有拍照 我们有拍影像然后影像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影像这个性照比 要有一个大概到100左右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太空船的指向精度要很好 因为它要只要指到要拍的位置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的Ctrl也要很也要很准确对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我有设一个大概的那个我们的影像的那个解析度 然后这个是如果要用现有的影像参考的话像这个是 所以我们的影像就是这个中间 就是一个参考这样就是大概 像是GIS1的时候是1.7个Meter Per Pixel 就是它解析度当然就会要差一点 然后那GIS2的话就是它会 理论上应该会比这张解析度更好 对 然后再来是不同Stage的 然后按照覆盘之前呢 就是我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一个关影像的这个是我们的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预期的通讯 大家要怎么讲 就是传出来的那个速度 对 因为Apuffy在那个R Inter scap去之后 它就很快直接就飞沿 所以其实我们要就是我们有一个时间压力 就是我们最好是在那个他就是最近的时候 就是尽量就是传可以所有的资料 但是因为它但是我们还有就是 就是close encounter之后 我们还有做observation 那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它那时候 它会离地地球越来越远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你看我们像 像我这边就我们有计算出来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现有的那些 例如说影像都传回来的话 大概就要超过两个月 所以这边是一些可以衡量的数值 然后这边是 不过这边开始就不是我做的 因为这边是比较偏engineering的部分 然后这是我的听妹做 然后像我们有设计说 apartis的大概的 那个我们太空船的大概内部的结构 然后还有跟地面站的一个搭配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有做一个设计图 对我觉得蛮漂亮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所有次系统的就是大概的 像重量啊还有那个重量尺寸跟那个功率这样 对然后我们最后的 就是整个重量尺寸跟那个 就是很压线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一些operation mode 不过就是我就不细讲 然后还有就是让我们也需要做那个就是 预算分析 对就是我们 比如说这些次系统 买这些系统要花多少钱啊 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些 还有做 其实真正的分析是很大的 这个我们 我们这边是很简单就是 只算就是如果我们要 生出这个spacecraft大概要花多少钱这样 就是基本上就是把所有零件的价钱找出来 然后加起来 对就很简单 但是其实真正的话 还有在算上 比如说你做整个spacecraft的 比如说integration啊 当然你还做testing啊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像你之后还有发射 发射这个也要钱 对就是太空是很烧钱的东西 对好然后最后一些结论就是 一些讨论跟结论就是 其实我们后来啊 我们做到后来发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 以我们这个尺寸的spacecraft 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自己去飞到像 Apophis那种小行星 对就是我们的推进是不够 对因为那个就是 因为我们有算那个就是delta b 就是它到的时候跟Apophis的速度差 其实是还蛮大 就是也不说很大 就是如果是以比较大的太空船应该是 比如说Rosetta那种等级应该是可以 但是以这种 因为我们是最多一公尺一公尺乘一公尺 然后还有100公斤以内 就是以这种等级的话 其实是见以目前来说是 其实没有办法达成 对如果说 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 就是比较大的推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假设有 例如说SpaceX 它有发射到一个到升空的一个服务 对如果它有这种服务 我们可以用的话 这样就是有可能 或者说我们可以叫 就是这个叫piggy bag 就是说大便车 对就是我们搭 就是说其他这种比较大的便车 就是只要就是因为只要过了那个 只要过了那个地球的引力影响范围 其实就比较简单 对所以就是就是如果我们有办法达便车的话 当然这也是有可能可以达成 对不过是因为我有稍微研究一下 那就是在2028年之前没有我们可以达便车的任务 对所以其实来说就是我们的mission 就是真的就是一个proposal而已 对就是实现来说还是非常困难 对然后这边就是summary 不过我想说就不用再讲 对然后最后就是我想要再讲一下 就是就是今年的非常新的消息 就是我看前面讲就是这个Ossiris Rex 就是NASA去看一个小行星叫Bennu 就是他们的mission 然后现在这个Ossiris Rex已经决定说 因为因为那个他们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对就是他该看都看完这样 然后他们要 然后可是因为那个spacecraft还是 就是状态还是很好 对就是就是电力啊什么那些燃料还够 然后他们就是有算过 然后他们决定是他们可以就是extend 就是他们就是把这个mission做extend 然后他们可以去看apophis 对然后这个新的就是说这个延伸的extend mission叫Ossiris Apex 对然后这个Apex就是apophis explorer的简称 对然后他们的他们的任务规划是大概在2029年的8月才会到apophis 对然后那之后就是8月之后 就是8月之后2020年8月之后才开始观测 不是说才开始观测 就是才会有比较近的观测 对就是大概会有18个月的观测 对然后然后为什么他们是 因为刚刚我讲closing count是4月嘛 可是他们为什么8月才能到 这就是他们轨道的问题 对他说他们其实也有试过很多 就是他们有试过各种可能性 但是他们发现就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在closing count之前到 对所以就是连即使连已经已经在那个 已经在deep space飞的太空船都是都是没有办法在就是在apophis closing count之前到对所以表示就是轨道其实是蛮困难的 对但是他们会在4月的时候就开始看对然后那时候是不过那时候距离是蛮远的吧 就我记得是大概有几百万公里 对不过因为osiris rate有一个蛮好的那个望远 他们有一个小型望远镜 所以就是应该是应该是解析毒海沟 对但是就等于说他们在apophis closing count之前就是等于说观测的资料可能就不会太好这样 对然后然后就是这边是讲一下就是因为osiris rate他是有一个就是叫他之前是有做一个样本采集的 他有做样本采集就是对那个他们的主要目标做样本采集 然后那因为那个样本厂已经用掉了是不是没有样本 他们没办法再采新的样本所以就是他们就是apophis他们就没办法采样本 他们会他们现在想了一个但是这个我确定会不会实行啦就是他们又取了一个名字对就是NASA就喜欢取名字 叫regulate excavation然后其实就是其实就是这样他们就是用因为太空船有自己的那个推进系统 推进系统就是会喷气嘛所以他们就是会把这个就是太空船就是要靠进了apophis 然后让它去用它的那个那个让它用它推进系统去在那个就是在apophis表面这样喷起 把一些可能把一些尘埃这样把它喷起来这样对然后再用这样去可以去可能比较可以比较近的去观测这些尘埃 dust particle这样对不过这个也是一个他们现在这个也是一个概念啦对就是如果他们要真的去实行 应该还是需要很多的计算跟验证 然后这边是好最后的就是广告时间就是就是我跟我的听妹啊然后就是其实我们有创一个社团法人 对社团法人他叫那个我们这个名字很长啊反正简称tipsy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台湾的呃平性科学跟系统工程的一个学会 对然后我们有就是之前其实是就我有个学弟然后他之前也有创一个社团然后他就是他他就是真的就是超热爱太空量然后他就自己做他自己就是从什么都不懂 然后自己试着做然后他一样就是弄一个听然后他们自己做一个地方卫星这样对然后还有也有做探空气球对然后也有甚至做一些小小的火箭测试这样对然后然后然后我们后来就一起做这个就是这个 然后他们还有一些想要做一个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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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比较偏工程师,他们希望研发一些比较新的仇宅 就是地方卫星可以用,当然也要做测试 我们学会,其实我不太缺点我们现在有多少人 但是如果你有兴趣,像太空任务设计或卫星有兴趣的话 就是很欢迎加入我们,不一定要卫星或太空任务,或是行星科学有兴趣的可以加入我们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我好像讲太久了,不好意思 我的演讲就到这边 好,那在我们开始QA之前,还是一样请大家把麦克风打开 我们给廖寅博士一个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好,那大家有问题想要提出来吗? 我先提一个好了 其实我之前MSPO在争提案的时候,我也有想过要去提 然后我有一个好奇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太空工程背景的 所以就是一个很难易的物理学家的观点,就是说 我把东西搜上轨道,我完全不需要feedback control或是姿态控制 理论上应该要自己走得好好的啊 可是如果我真的没有把我的,比如说100公斤或是some limit 分配给姿态控制的话,会有多少,会有多大的问题? 还是这个基本上一定会费? 嗯,其实这个看姿态控制也在看你的target 就是,因为像我们要看小行星嘛 所以像我们的camera一定要对着小行星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在,就是他的姿态控制 就是他的那个,我们的camera一定要对准小行星拍 那如果你的,就是你的科学目标是不需要这种 就是指向性很高的东西,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你可能要看一些某些高能例子 然后那些高能例子可能就是isotropic之类的 就是他们可能到处,就是各个各个方向什么 然后就是你不要,你不用去考虑方向性的话 那这个姿态控制就比较,对,就会,你可以不用管那么多 对,可是你还是需要一个姿态控制的系统 因为,例如说,因为你要power吧,对不对 然后你基本上都会,现在卫星都有那个太阳能板 那太阳能板,你太阳能板要对着太阳 不然你不会有电力啊 对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也是姿态控制的一个部分 对,就是它不是只有说,当然你的科学目标跟payload的控制是一个 但是另外,当然你还有其他一些系统的控制 对,这个也是你要考虑的 OK,然后大家,对,其实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 但是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呢? 如果没有话,那我再问一个 其实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有参加过一个计划 那时候其实是要看宇宙射线 然后那个计划其实是在哈萨克的太空基地发射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前苏联太空基地嘛 那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嘛 然后我比较好奇的是 现在的国际情势啊 其实并不那么favor跟前苏联国家 或是比较偏东欧或是俄罗斯相关的国家有合作 这有实质影响到太空科学的进程吗? 有啊,所以就是像我看最近的 我也是看新闻啦,就是像NASA现在要做Artemis嘛 就是等于新的登月 然后那他们就会转成跟日本 就是可能以前就是,因为以前还有 现在可能还有啊,就是发射 就是因为NASA的太空梭退役了嘛 那他们就由现在的之后 从退役之后到现在的那个 就是他们发射 就是太空,就是送太空人上那个 就是ISS 基本上都是从俄罗斯那边 就是你说的那个哈萨克 就是他们调拜克努的那个 就是发射基地从那边发射 然后因为就是打俄罗斯的火箭跟太空船 然后那现在是 对,因为这一块就比较不能继续了 所以他们会转成像那个 例如说日本啊,还有欧洲 就是ESA 然后,当然还有美国自己民间的 例如说SpaceX 对,美国现在民间的那个火箭就是 就是还蛮蓬勃发展 对,就是他们会 就是会转,会转向这些 其他的就是日本跟欧洲 然后,然后美国自己民间去做 就是用他们来做支持这样 对,就是影响主要就是这个 就是,俄罗斯可能就会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踢掉了 但是,之后对,就是重心会转到 就是日本跟欧洲 然后还有美国自己民间企业 对,其实NASA很早就在计划这个事情 因为就是ISIS 他们很早就知道ISIS 就是早就退役嘛 那就是,那 那退役之后下一步就是要给 因为以前都是ISIS 基本上都是政府在主持 那这个之后都要给 因为他们就是 他们认为地球轨道之后 一定是会到民间去的 就是会让大家来用 对,这个他们就是有 其实有在规划的 就是有慢慢一步一步的 让,放手去让民间企业来接 对,所以这个是 就是这次一定会发生的 对 好,了解,谢谢 那个,大家还有问题吗? 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再次掌声感谢 今天的讲者为我们 带来精彩的演讲